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三地很出名的一个鬼爪 在我身后 这鬼爪的店叫Nine Egg Roll Meadow 然后是Google 4.4颗星的一个小店吧 那现在我们已经点了餐了 我们现在来试看看 Let's go 好 我们刚刚点了两碗他们的鬼爪 然后我们也点了一个他们这里最出名的就是烧肉 Crispy Pop 然后它一份烧肉是100泰铢 鬼爪是一碗70泰铢 然后我们也点了两杯饮料 分别是菊花茶和罗汉果 然后这鬼爪来了我们来试试看 好 现在我要来试一下我们的那个果条汤鬼爪 然后它这里的鬼爪就跟新加坡的不一样 新加坡的就是鬼爪然后配那种卤汁 它这里的就是果条配汤 然后它的汤很像是那种猪杂汤 我们这样看下去呢 他们的料有猪肝 猪肚 然后有那个烧肉 然后还有肉碎 还有这个腰子 蛮不妙的 来先喝一口汤 它的汤头有点像我们新加坡的那种猪杂汤 就是有浓浓的胡椒味 跟新加坡的猪肚汤有点像 蛮好喝的 来试一下它的菲爪 它的菲爪就吃起来就是软软的 煮的还蛮刚刚好的还不错啦 它的汤头是越喝越辣的那种 来吃一下它的那个猪肚好了 猪肚处理的很好很干净 没有味和的味道 然后煮的也刚刚好 就很有嚼劲 再来吃它的那个腰子吧 腰子要吃得很薄 然后也没有味道 所以是处理的非常好的 而且依然也是很有嚼劲 就是煮的刚刚好 不会过手也不会不腫 好来吃一下的肉 它的烧肉我觉得很厉害 是它的肉很多 然后油比较少 所以如果你知道我们想吃 比较多肉的话 我觉得可以的烧肉很可以 好先来吃一下它们的炸烧肉 这个 它其实也很脆 然后跟刚刚那个在汤头里面的一样 就是肉比较多 油的部分比较少 就是那种很厚实的那种烧肉 我很推荐大家可以来吃一下看 好的 我们吃完了那个 9 egg 鬼杖 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那个鬼杖 真的很好吃 也难怪它们有得到那个米青年的 一笔灯 然后它这间店呢除了鬼杖呢 还有卖很多猪肉类的食物 就有猪脚饭啊 猪肉饭啊之类的 如果你不想吃鬼杖的话呢 也可以来吃它们其他的那些料理 但是它们这里呢 聪明的就是鬼杖 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里试试看 好 那我们现在要走去下一间 吃看看的 Let's go 好的 那我们到了第二站 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龙头 没有错 我们其实是来过泰国很多次 然后一直很想要试一下这个龙头 今天终于有机会来试一下龙头了 我们继续看看吧 好 那我们刚刚点的餐点呢 都到齐了 我们一共点了两杯饮料 一杯就是它们这里最出名的泰式奶茶 然后它一杯是冰巧克力 先来通喝一下它的泰式奶茶好了 它泰式奶茶很特别是它上面有很多泡沫 然后下面就是那个奶茶本人 它泰式奶茶跟别的地方的泰式奶茶很不一样 就是你每一口喝到它里面有一些好像饼干类的 当然因为不是饼干 有点吃不太出来 不过它的泰式奶茶有一点特别好的是 它没有很甜 然后它的那个茶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浓 它就是茶的比例很高 就是盖过的那个奶的比例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就是没有很甜 如果你不知道 我是喜欢紫天的泰式奶茶的话 这个我觉得很好 接下来喝一下那个 Iced chocolate 冰冰巧克力 哇 它的那个Iced chocolate的那个巧克力 非常之浓 每一口都好像感觉在吃一块巧克力这样 还蛮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喝完整杯呢 可能会热 然后它每一杯饮料呢 都有附送一根那种饼干 然后饼干就给女儿全部吃完了 这两杯饮料我觉得都还蛮好喝的 接下来就是来试一下 这里出名的 修买 你拿到龙头呢 你一定要点他们家的修买 他们家的修买呢 就跟我们平时在新加坡 或者是在香港点的那些修买 都长得很不一样 他们这里的修买呢 第一颜色不一样 形状不一样 然后里面的那些料呢 感觉也不一样 它这里的修买好像很多韭菜的感觉 然后它里面的那些料呢 就是有一点点的碎肉跟一大堆的菜 嗯 就很像新加坡会吃的那种韭菜脚 就完全就是不像一般的修买 来吃一下 嗯 完全全就是韭菜脚 它韭菜的味道很重 如果你是那种不想吃韭菜的人 我觉得你可能会不喜欢这个修买 然后我觉得它的肉有点硬 它的肉呢全部都很入味 然后有点鲜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这一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里是高牌 但是我现在来点一下它附送的那个辣酱 它很像这辣酱不是那种一般的泰式辣酱 一般的泰式辣酱可以有点酸的嘛 它都没有酸的那种原味 它就是有点咸辣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甜 那个辣酱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 就是修买我觉得偏一点 但是它只有这里的招牌 所以如果你拿来这里的话呢 我还是觉得可以点一下啦 就可以试一下他们的招牌 接下来试一下他们家的流沙包好了 他们家的包点呢 全部都是那种炸过的 很像炸馒头这样子的那个皮 他们的流沙包呢也是炸过的 试一下 它的包皮很好吃 因为它的包皮就是外面炸的非常的脆 然后里面非常的软 然后搭配它的那个泥沙 好吃 而且它包皮本身就是有点甜 然后那个流沙就是咸甜咸甜的那种 嗯 这个流沙包很好吃欸 但是单卖一颗一颗这样子的 好像是25块泰铢 我觉得一颗好像有点不太过 可以赶赶点它的流沙包的脑汁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它的那个迷你的叉烧包 它的迷你的叉烧包呢也是一样 就是外皮就是那种炸馒头的那种 然后长得这样 小小一粒的很可爱 来吃一下这个迷你的叉烧包 嗯 因为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 它的那个馅料有点太小了 就我第一回咬下去的呢 只是吃到一点点的叉烧 不多 它叉烧是甜的 然后它肉的那个肉质 又比刚刚的那个熊玛的肉质好很多 就是比较软 我觉得叉烧包可一点 它的包点也是这里出名的 我觉得so far这两个包 我就觉得还蛮好吃的 就比那个熊玛好吃 大家可以来一点点看 哈喽 我现在爬到他们的上面第二层 它这里的那个室内的格局 我觉得还蛮新鲜 它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它这样子的一个 室内格局 就是下面可以坐人 然后你还可以爬上来 坐在人们的上面的那种感觉 很cool 那因为有小孩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能坐下面了这一次 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是情侣来的话 我就爬上来还蛮很不错的一个约会景点 好的 我们刚刚吃完那个龙头餐厅了 总的来说我觉得是蛮好吃的 而且它整个环境都很不错 然后我们这样叫到来呢 是三百六十一块泰铢 也就等于新币差不多十六十七块而已 我觉得还ok 如果你不是那种想要吃饱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单点那些点心 但是我看它们也有一整个套餐的 就是大大一笼的 如果你想吃饱的话 当然点心就会比较好啦 但我们因为已经吃过龟爪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想到吃那么多 就单点点心我觉得是ok的 而且我觉得价钱也没有很贵 我觉得很值得来自己拍照打卡 好 那我们现在就等车去我们的下一站咯 我们下一站见 好的 我们第三站来到了Syan Paragon 现在要去水族馆 他们这里的B1B2有了一个 Sea Life Ocean Board的水族馆 我们来泰国那么多次都没有去过这间水族馆 今天终于可以去打卡看看了 Let's go 我们现在在那个玻璃的那个地板 然后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海底式的动物 哇 好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买了一个就是可以坐它的船 它的船是那种玻璃的船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鱼在你下面游来游去的 然后它一共有三个配套 我们买的是第一个配套是450元 是等一下还可以去喂一下那个Singray的 然后如果你是12点之前进来买这个票的话呢 一张票是250泰铢 12点过后你买那个票的话是350泰铢 我们现在去坐那个船咯 Let's go Yay 我们现在坐上那个船了 然后现在那个导游就带我们绕一圈 可以看下面 这艘船呢 这艘船呢 是那个船长他会用手 拉那个绳子来控制这个船的方向的 就非常的人力 如果你会舔水的话 好像还可以从鲨鱼一起舔水 还蛮酷的 好 我们现在要去喂Singray了 好 我们会玩那个Singray了 我觉得总的来说这整个体验就是还蛮新鲜的 而且我觉得很值得那个票价 450泰铢花的很值得 我觉得很适合带小孩子来亲自体验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海底的隧道 这里就有点像那个Singray的那个海底事件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隧道 可以看很多很多海底事件的道路 你看 Singray 什么样的 好 嗨 全部都是泡沫 全身湿了 你看 哈哈哈 好我们最后一站来到 是他们这个Sea Life的商店 然后这里有卖他们 很多桌边商品 然后我们打算买这个 石铁回去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子 可爱的发箍 还有很多洋娃娃 玩具 小孩子在这里可以买很多东西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就是在Sam Paragon对面的Sam Fender 它也是一个shopping mall来的 然后它这些Nike呢 Sam Fender的这个Nike呢 这边旁边有一个 展示鞋子的一个区域 然后它中间还有 就是可以自己做自己的鞋带 自己制作你自己的装饰 我觉得很酷耶 可以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那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Sams Center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Sams Square这里 然后第一站呢 我们要打卡的是我身后的这间 Franc Garkon 它外面很复古 很像哦 American Dino 我们进去看看吧 Let's go 好 我们刚进来这间Franc Garkon了 然后这样乍看之前呢 他们的衣服都是比较接驳风我觉得 然后很多over-sized衣服 然后颜色也有很多就是缤纷 然后你看它这里还有卖一些文具 然后有很多就是贴纸 sticker 像这样子的 呀 真可爱 然后这一顿贴纸呢是50块台铸 就相等于两块钱新币 然后里面就是一张这样子的 哇 真可爱 我觉得它们的质感还蛮不错 而且超多给你选的 因为少女啊 女性来这里的话会有些信封 好 那我们刚才是逛了之前Franc Garkon 然后老实说我觉得它这一间店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 而且它就是外面很好打卡 但是我们一间都没有玩到 因为有点不太适合我们 它们的衣服都偏 不是偏大 就是偏小 然后女生的多数都是老套 就我现在也没有很喜欢穿这类型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买到什么东西 我们下一个季 好 那我们第二间来到了我身后的这个 Daddy and Muscle Academy 然后我看到里面好像有卖很多很可爱的贴纸 还有衣服 我们继续看看 Let's go 快点 好 我们进来这一点了 然后里面卖超多文具 连蓝满目的文具 有key chain 有sticker 就比刚才那一间还要多 好了 那我们刚刚快速的就逛完了这个Daddy 它里面超多人 超拥挤的 就是你不会完全失去那个想要好好的购物的一个心情 然后我觉得里面的东西也没有偏 你看一个贴纸 它也差不多要10块新币 真的还蛮贵的 所以我们真的就很快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要去下一间看看 第三站来到了我身后的这个GENDER WOMAN 来泰国一定要逛的一间店 我们进来到第二楼的GENDER WOMAN 然后一进门就看到它有很多迪士尼联名的 像是这样子的 你看 很可爱 可是迪士尼联名的就会稍微贵一点 像这件背心呢它是1290块泰铢 也就是差不多60多块新币 就稍微贵的一点 但是材质很好 然后在三楼这里呢还有卖童装 看 看好可爱 小孩子的GENDER WOMAN GENDER LITTLE WOMAN 很可爱 然后这一件T恤呢是 590泰铢 20多块 但我觉得才一只还OK啦 咦我这都自己来耶 然后我们换完GENDER WOMAN 然后很失望的是她的那些包包的 全部一律卖完了 现在是找空的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们要来的话 早点来 因为她说明天早上才会有过 很难过 可是我还是有买了一张铢铢 改吃看这个给你们看 我们去下一天吧 Let's go 好的那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呢 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 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这个 我们要来这里吃晚餐 然后这里呢 他们出名的是他们的那个蟹肉炒饭 还有蟹肉大铃 以及那个虾脖 然后这三样我们通通都点了 还有现在面前来的这一份就是炸猪肉 也是这里出名的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好先来吃一下他的那个炸猪肉 它的那个蒜香特别的重 很香 它皮炸的非常的脆 然后它的猪肉不会硬 很软 它的那个蒜头真的很香 蒜一下它的辣酱 它的那个辣酱就是那种 我们平时在新加坡会吃到那些 主炒的巴辣酱的辣椒 不过是水一点的 炒炸辣椒很辣很爽 这大块这样 好我们点了那个奈尿虾来了 然后这个奈尿虾呢 它是炒蒜还有辣椒的 它的那个蒜香真的很香耶 来试一下 它其实第一口吃下去呢 是铺鼻而来的那个蒜姜 然后后面带来一点点辣 可是我觉得它还有第三个层次的味道 有一点猪油的味道 我觉得它好像有用一些猪油渣之类的去炒 就是这一盘 然后它的那个奈尿虾它的肉质呢 就没有那个虾还有螃蟹来的弹牙 因为比较软一点 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好吃 吃到不错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那个炒蟹肉咖喱也来了 现在吃一口 它的那个咖喱味很香很浓 它的那个咖喱的那个椰奶味很香很重 然后每一口都吃得到它的滑蛋 它的蛋没有在省的 所以它的蛋哦 跟那个咖喱的那个汁融入的很好 所以那个咖喱的汁变得比较厚 因为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滑蛋 然后那个蟹肉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有嚼劲 而且完全没有腥味 只是我觉得唯一小小的最进步的一个空间是不够辣 我觉得可以再辣一点 不好意思老师很推荐 好的我们最后一样蟹肉炒饭来了 很香耶它的蟹肉炒饭 有一点点淡淡的鱼露的味道 它的饭的那个textion是刚刚好的 其实不会太硬 不会太软 然后粒粒分明 然后很有味道 来试一下它的蟹肉 它蟹肉很鲜鲜 而且好透实 它的蟹肉是没有加任何调味料的 所以你万一万继续吃 知道它的蟹肉的鲜甜 好吃 很推荐 好我们继续吃了 好我们刚刚吃完那个zap bon fai 然后现在已经回到酒店了 刚刚那个晚餐 我们花了1629泰铢 也就是薪币大概65块 然后我们吃到了两盘蟹 一盘耐尿虾 还有一个猪肉 我觉得超划算的 超便宜的 而且我觉得总的来说 整体的那个食物啊 全部我都觉得还蛮好吃的 然后建议大家 如果你们想要去吃这一天的话呢 可以就是早一点去 我们大概是7点之前到的 然后就没有什么人 可是7点过后呢 人潮很多 几乎都是没有味作了的 所以7点之前到 那我就是刚刚好的 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试一下zap bon fai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 我们还有更多的节目 所以一定要继续收看我们的频道哦 好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就记得帮我们按个喜欢 还没有订阅 Google我的频道的话呢 赶紧订阅我们频道 如果有什么想要看的影片内容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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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